每年3月,吉安湘南市阿美族都会进行一项类似日本相铺的活动 而阿美族语称迷的路 使用脚的巧劲将对手摔倒 与电视常看到的角力也不一样 朝期为各部落在田里训练勇士的重要活动 而每位勇士都会参加 借以训练格斗技能保卫家园 为了传承这项文化记忆 阿美族青年都会认真学习展现活力与体力 每年3月,吉安湘南市阿美族都会进行一项类似日本相铺的活动 在阿美族语称为米的路 使用脚的巧劲将对手摔倒 和电视常看到的角力也不太一样 早期是各个部落在田里头训练勇士的重要活动 每一位勇士都会参加 借以训练格斗技能保卫家园 以前勇士阶层要赴部落的安全维护 所以呢,掌扰们还是头目们就利用在第二期造作 插秧之前,我们的农地没有再使用的时候 就集合所有的勇士来到这个场地 做一个技能上的训练 同时也做这个过多体力的消耗 让他们在这个当中学习到自己的技巧和文化 增加他们捍卫自己部落的能力 另外一个意义是为了要保护我们部落在属灵上的 这个受到邪灵的侵犯 因为勇士阶层他们的身体素质是充满阳刚之气 用他们的阳刚之气然后来驱除这样这些邪灵 让我们整个部落一整年都会受到安全的保护 米德路既能研习活动有部落青年和孩童热情参加 透过系统性的教学生根活化来落实教育扎根 青少年们在讲师指导下运用各种推 摔 抓 拉 闪 按等技巧扎实演练 充分理解相铺和传统筛脚的差异 抓住他的右手大背 然后右手弹到他开始 然后右脚上前 好 这个叫半脚端 他抓住我的腰带的时候我把手伸进去 伸进去之后呢 左手抓住他的右大腿 右手抓住他的那个膝盖后面 然后诶 你的肩膀往前 当他的前脚在前面的时候 他的身体重心一定是在这个前面 所以你在跟他活动的时候 你就用你的左脚的外挂筒 而米德鲁延席要让七年的一辈学会传统技能 由齐老担任裁判指导 更凸显了代代相传的意义 也要把优良的传统文化永续传承 借鲁慧家相报道